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講人講事的時候 今天要講幾件事 這幾件事其實都幾值得我們細細地分析 亦都可以大家品味一下 首先第一單就是講 有一間叫喬治城大學 這一間大學就在美國 現在就有一個叫做亞洲法中心 一個很特別 在上個月底 我看到新聞就是在11月1日 上個月底 即是10月底的時候 發表了一份報告 KKing所謂的反修例運動 我們叫做暴動 今天就有Sky和A君 Sky和A君 你們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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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我先講講資料 跟著讓大家一起討論 這份報告就是研究了 反修例運動的拘捕 以及檢控的情況 報告指出 有超過八成 反修例被捕的人 被判監禁 我們看到 2022年8月31日為止 特區政府錄得 10279人被拘捕 那時候 還是2893人被檢控 即使非暴力示威 也被判金 這樣說 他就表示 判罰給2014年的雨傘運動 嚴苛 這份所謂的報告 完全是漠視現實情況 特區律政司 即是特區律政司 試圖 試圖將司法制度武器化 說是懲罰參與 2019年社會運動的人 他這樣說 這簡直很麻煩 我知道A軍要罵 在這裏說定 A軍冷靜一點 這份報告的研究 截至2021年7月31日的數據 他們一個所謂的研究團隊 對比了反修例案件 和2014年雨傘運動的相關案件 兩件事根本無從比較 我覺得 前者就是反修例運動 比後者的刑罰更加嚴苛 這是犯了一個邏輯上的謀誤 他說在反修例被判罪成的罪案當中 有81%被判處監禁 遠超出雨傘運動被判監禁31.6%的比率 監禁形式包括被判入獄 被判入更新中心 勞教中心 教導所 教讀所等等 教讀所當然要 我當然要拘捕你 不用說 研究又說 在811宗獨立案件裏面 涉案人在被捕至判刑 平均需時343天 最長甚至達到768天 研究團隊指出 真實情況可能更加嚴重 因為上述的數字 只是反映出已經完成司法程序的案件 裏面亦提到另一件事 平均年齡被捕的人士1017位裏面 平均年齡26歲 中委的數字是23歲 有138個人是18歲以下 19個人是16歲以下 還有 最年幼和最年長的分別是12歲 和84歲 這件事我要解釋一下 證明你的死老工程做得很好 年輕人全部被騙了 連老人家都被騙了 這些數字正正可以代表 你這次的顏界完全失敗 我覺得這個非常棒 現在這份報告還在說 涉及青少年的被控罪行當中 有54.2%被判罪成 23.1%簽保守行為 而在150項被判罪成的控罪當中 有66.2%被判處監禁形式的刑罰 他們平均需要復刑12.7個月 大家知道這是一個暴動 以及想推翻特區政府 報告 報告指其中一人被判較長的刑期 因為管有攻擊性武器 意圖摧毀財產 而被判32個月 當時的報告 現在不止了 現在我覺得 一會兒跟大家說 判刑是挺好的 我自己覺得 有關青少年被判監禁的刑罰 比例是異常地高 當然 你不想想 老師帶一群年輕人出來外面去做事 去破壞香港 那你說 那些年輕人怎麼會不跟出來 這是絕對有問題的 好了 A君 先讓你罵一下 好嗎 A君 真的 這些報告真是很可愛 竟然是將兩件九不八的事 做比較 跟2014年嚴苛 大哥 19年那些是暴動 還有那些事件是持續多少天 兼且是有汽油彈有放火 也都有人命的傷亡 那所以呢 判刑重了 因為事件嚴重了 這個是適當反映事件的嚴重性 麻煩用一下你的腦 還有 判了之後 就說 哎呀 這個司法制度沒有氣化 鄉島的法治水平是很高的 那大家看看這個細銀就知道了 九十幾分應該高過大部分 加上美國 好了 到底誰是武器化呢 如果有人把這些東西武器化呢 我就看到 有個大學出一些報告 把報告武器化都可以了 你這樣說 武器化正在攻擊我們鄉島 說得好 把我放在你裏 我都立即出毀招 好厲害 好厲害 說得好 繼續 加上你 好了 好了 後面就有說很多 其中一個項目 這句話 A軍又要說回 很大機會 你看回這些中位數和平均數 就是通識出事了 就是 是你們部署的教改 側那些九不答白的通識 通識A軍到現在都說是九不答白 因為他們是沒有一份教材的 是教師自己看新聞 然後叫學生去做 出來是加碑 遷加碑 為什麽A軍會這樣說 你譬如看歷史 歷史的是有個委員會 看他們的教材 是不是寫得對 才給學生去看 但是通識沒有的 隨便拿一段新聞出來說是通識天書 然後拿著一段新聞 在那裏自己留言 那一段新聞 喂大哥 那些學生年 基本的知識都沒有 接著你叫他們寫留言 還要是留言 那些本身就是 不是完全資料的東西 那就是怎樣 A軍不是經常說 加碑轉加碑 到他們真的有 足夠的知識 才做留言都未遲 好了 所以這一班 弄出來的話 我只可以說 給你陰島 我們證明了一件事 第一 你們只可以困到 沒什麽社會經驗的人 第二 之所以你困到 沒什麽社會經驗的人 是你們過去搞的 那些賤格通識 真是害到我們那些年輕人 好了 接著就在這裏說 這個半型 異常地高 A軍剛才都說了 他們犯了什麽罪 那便判什麽的刑罰 你先用那個罪名去看 還有這件事件 不是一個 一件事件 這個是持續幾個月的 你合理地相信 那一班人 是知情地 不是一時衝動的 是有計劃的行動 所以便判重了 麻煩看法官的指定 大佬 整天要A軍在這裏說這麽多 真的 看完這些報告之後 A軍只能說一句 這個報告 真是武器化了 去攻擊我們鄉島的警隊 以及攻擊我們法律的可靠性 交回給大家 絕對是 而且他們不懂字 A軍 他們不明白香港的法律 即是很簡單 我寫了一件事給你 有時有沒有現場去看過 然後告訴我 這份事件 我是經過現場考証 我覺得很有對 是對的 大家知道老美的GDP是怎麽玩的 這份文 這份所謂的報告 我覺得這都不出奇的 Sky 你怎麽看 Sky 我的看法 反而我反其道而行 他這份報告 就足足證明了 我們2019年發生這場暴動裏面的實情 只要你用對立面去看 你就會看到這個實情 其實他講得很好的道理 不過是倒轉來說 所有事情 你告訴他們 我們就是對學生 或者其他參與人士 是過份的 那麻煩你看回去 為什麽我們會這樣做呢 我們為什麽會這樣判呢 而你所指裏面 所有發生過的事情 我可以說 你這個報告的可信性很高的 內容 並非你說我們有些判決上的錯誤 或者是錯誤的做法 這些絕對是 告訴大家很清楚 你們怎樣去教喪我們 這裏的年輕人 甚至乎 帶隊 有一些人 指揮 去做出這些破壞 我們香港的行為 令到我們香港現在 很多年輕人都 是的 像你所說的 真的判得很重 真的挺可憐的 但這個害呢 是領地害成他們這樣 不是他們 他們是給你們洗腦的 你可以把這些事例 逐一逐一列出來 我覺得是很無恥的 這個你簡直可以告訴大家 外國是絕對知道 整個這個暴動是怎樣出來 所有我們的破壞 我們的人 我們的事 是怎樣去到這樣的狀況 到現在 這一份報告 正好就是代表了 你們所做的惡行 令到我們香港 會出現了 你說的以上的情況 如果沒有你們的推手 我相信 你這份報告 是沒有辦法作出來的 因為裡面的內容 的確很真實 只是你把它斷章取義 我很高興你告訴我們 我們真是判得對 你們真是有這樣做過 連日期時間 你們都講得很清楚 包括2014年的佔中 你們都提起 大家市民可能有些模糊 為什麼呢 是的 2014年我相信 是一個試點 當日的確 是有很多是和理非的 坐在這裡靜坐 最後發生了的一些衝突 都是因為由其他人士加入 未必是學生的行為 當時的分別是很大 但是直到今天我們經歷過 全香港人都很深刻記憶 香港是一個戰場 真是戰場 爛了所有事情 但是你竟然都可以 告訴我們 要告訴我們 或者你要公佈給世界 我們犯了這些罪行 其實正正就是表露出 你們對這件事非常知情 不過是你扭曲的說法 令到大家認為你說得對 我相信沒有人會認為這個是有道理的成份 絕對是歪曲的事實 但是裡面發生的情節 是的確確是有發生的 只是你將它扭曲 將一些打雜搶燒的人 說成一個很和平很理性的集會 是否是和平 是否是理性 麻煩你看看你們 今天現在 你們正在發生的事情 正正就是當日 更嚴重過 你們現在發生的事情 但是你們已經開始說 不行了 我們要制止 但是我們怎麼樣 我們受了很多這些苦 到現在 我們真是把所有人定案定罪 進去 有些去了坐牢 或者有些已經上到庭了 但是這些 絕對是你們雙手造成的 絕對不是我們 我們真是 不希望看到今天的場面 但是既然發生了 我們一定要去處理 所以請你不要再多事干 在網上出口 說我們 其實你們才管好自己 麻煩你們沒有資格 去討論香港 任何事 麻煩你收聲 再見 說完 好 剛才A君做了一個好比喻 大家知道 美國的美麗的風景線 那時候怎樣對這些犯人 A君比較一下 感激你 沒有 突然間有一個相對 類比度發生的 就是大家闖入 闖入國會 那群人 鄉島那群 就走進去立法會 公了幾個鐘 接著我們 就給他回地鐵走 當時還是 名字都沒有拆過 有幾件 還順道著了草 去了外國繼續讀書 好了 至於同樣 都是闖入國會 不過闖入國會 山莊那裡 哇 八九幾年 都跑出來了 誰比較嚴苛 多一點 那就真的大家看到了 連命都沒有了 所以呢 要做比較 就要做類似的比較 你不要將14年和19年相對 14年有沒有扔汽油彈 有沒有傷人 有沒有到處打人 沒有 所以判完便輕一點 大家都進佔國會 一個進佔立法會 這個可以類比 你又判得重很多 那你是不是將這個 法律武器化 我就不會這樣說了 你猜我好像你這麼賤 的嗎 不過這樣 A君你又要加多一句 你要做調查 我很樂意的 調查就不要只是做面子那一陣 麻煩你做底那一陣 做底那一陣 做底那一陣就是什麼 你如果跟我做完 你老美怎樣去滲透 怎樣去資助 怎樣去付錢 去搞到這一宗2019的黑暴事件 那我就說你厲害了 不做嗎 超公術的 賊 怎麼會哭捉賊 A君 這擺明是賊 就說自己不對嗎 沒有可能的事 但是我們看回 今天的判刑是怎樣 我們就看到 終於判了 李大衝突那裏 其實這個判刑 都非常之厲害 那這個判刑的情況是怎樣 A君 交給你 你一件事就說回李大那裏 回覆大家 當時的暴動狀況 看清楚 寫報告那個人 那天是彈了最少最少 251個裝著汽油的蛋蛋 還有事後捕捉了213人 分了17宗案件處理 最近這一宗案件 一宗案件 六個被告 這是暴動罪 那法官沈志偉 就怎樣形容呢 就將他們判 六人判監 五年 為什麼呢 他形容 是猶如一支熟練的軍隊 而這個暴動呢 是有史以來 其中一場最嚴重 和最暴力的暴動 聽到沒有 下報告吧 麻煩 好了 也都 法官 沈志偉法官 也都說得很清楚 就說 這一宗並非沒有預謀 這一點A君 剛才都提過 發展了這麼長的暴動 絕對出去的那幫人 不可以說是一時衝動 是有預謀的 你可以合理相信 所以就要判得重一點 好了 和他們在現場 扯戰扯退 已經是有一定的溝通 和有一定的陣營 所以是有組織的嚴重的罪行 再加上他們手上的裝備 雷射筆又有 汽油彈又沒有 又有汽油製造的其他物資 都知道你們那幫暴徒 走進去國會山莊的時候 有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 那你就判人八九幾年 對了 所以形容為一支 熟練的軍隊 絕對沒有錯 當然了 審官也有說到 有部分人 也都已經逃之夭夭地 離去了 還有一點 報告又不知道有沒有提 不過這裏A君 就一定要提回 就是審判的時候那幫友仔 是怎樣的呢 那你求情的那些人 就說 有一些被告 就同意大量案情 差了那些法庭的時間 這樣 那審官就很清楚地說 不同意的 因為控方 辯方要求傳召了十多個證人 聆訊超過二十幾天 其實是浪費法庭的時間 還有被告所謂的婦業 其實是口衛而實不致 甚至乎法官更加批評 有些連同父親就在庭上 拼詞狡辯 方話連騙 有些甚至乎被拒絕 他們說這樣的人 上到庭 和爸爸一起說謊 都說 現方說他品格良好 報告就麻煩寫完這些 這些A君可以很肯定地說 上到庭的時候 老作 閉嘴 是連編的 這班人就要判重一點 沒有悔意 交回給大家 對 所以審官都說 年輕人 你說你自己年輕 不是萬寧丹來的 好Sky交給你 看到這個判決 我安慰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一直都等了很久 我們自發到現在都有一段時間 但是終於都看到一個財劫出來 我覺得是非常公平公正和合理 也都非常認同審官指出 其中一個行為的卑劣 的確是 也都是告訴大家 年輕或者你說本格良好 絕對並非求情理由 求情理由是要你真實有心悔改 但是很明顯 這一班人的求情理由 只是為了減刑 並非真心真意的悔改 你是騙不到 法庭也都騙不到 我們的法官大人 我們的法官大人非常英明 審官真的沒法定 由此至多我都覺得是 你們做的行為 麻煩你 真是沒有辦法令到人去原諒你們 而且你們真是 你們都求情 我不明白為什麼父母 還包庇你們幫你求情 因為我覺得身為家長 你的子女已經去到這樣的狀況 極端狀況 成為一支看壞香港的 人家覺得是一隊 好像逼軍隊那樣 又有大台又有指揮 究竟你們明明 你的子女在做什麼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 我麻煩你們做父母 先教好他們的子女 你才去幫你的兒子求情 你有沒有看過當日 在現場發生的情況 是多麼嚴重 是多麼危險 尤其是你們 你們將傷害集中在我們的警方 我們處理犯理事件 我們是想維持絕對 但是你們反而向我們的警方不停攻擊 傷害了很多執法的人員 我們不計其數 但是你們就覺得現在 我們要去同情你或者可憐你 因為你們有大好前途 麻煩你 你做過的事情 是絕對不會有大好前途的 即使你悔改了 但是你記住 你犯的案件是非常非常之嚴重 你的案件是忠真的 麻煩父母的 就算你的子女進去 你覺得她很慘 你應該勸導她 甚至乎你應該自我檢討一下 當日那些子女出去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制止過呢 不要把責任全部推到其他人那裡 父母絕對是有這個責任 因為只要是你生出來的 所以你出去求婚 你應該跟法官說 我覺得那些子女是罪有應得 希望她坐牢出來 死心革命 這些絕對是你們需要說的 可惜你們沒有 所以到今時今日我對你 對你身為父母我也很失望 如果我身為父母 我的兒子也是這樣 我絕對會要求法庭 貫注她監禁 因為我教她不行 我都不希望在外面 她散了庚 就不做罪案 有時候 一重手 或者讓別人的生命離去 是要坐終身的 這次 我真的不知道是幸運還是怎樣 是沒有人 因為在這件事 你們發生的件事 當然有人離去做的 但是不是你們的子女所犯這件事 所以 是你們應該慶幸 所以這次我覺得 真是一個 叫做 還我們市民 又很輕說 有一個公道 告訴大家 做了事 就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多嚴重 就要判得有多重 才可以有阻嚇作用 年輕人 麻煩到今時今日 你看清楚些 你們是很旺歸的 如果你繼續做 教免大家 這是我的看法 有一點點火的 但是 按住了 我剛才看到一件事 就是包治金的侄女 但是那件判的時候 有來的 有來的 7月21日判了 7月21日判了 真的有來的 真的有來的 我覺得不是很公穩的 危害社會安全景 判短短的時間 這件事就不說了 題外話 除了這件事之外 現在還在這裡審721 721那件事很棒 跟大家聊一下 是吧 請721之外 我想說說另一件事 好 你先說另一件事 沒問題 來 剛剛You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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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判了 那四個 搞這個自謝動辭 自謝動辭 那幾個人 那四人就監禁24個月 那又是 一個又21歲 張敬申 一個就22歲 郭永浩 一個21歲 就杜林平亨 然後另外 就21歲 這個 容仲希 在2021年7月1日的時候 就說 在香港非法煽惑他人 意圖使香港警務處的警務人員 身體受嚴重傷害 以及非法及惡意傷害 該等警務人員等等 那些朋友 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 學生評議會那裡 搞很多 又說要自謝動辭 等等 所以就牽涉到 用這個 剛剛You裡面的 組織 作這個 煽惑的言論 他們在議程上去說 所以 也都可以肯定 是有預謀的一件事件 不是突發的 還有這件事件 就經學院和校園電視公佈 所以 由於廣播出去 也是一個有組織的事件 所以就必須去正視這個 這樣去明目張膽 公然挑戰法律的行為 那些人 就有些人就說 哎呀這些是和理非來的 不用判那麼重 他們又沒有傷人 不好意思 教唆 抓人使用暴力的 就不是和平 這樣去是非不分 這樣去傷人的 你去歌頌的 就不是理性 至於是不是非暴力 不一定要動手 那個才叫做暴力 在背後 點人做事那個 是更加暴力的 所以和理非呢 第一 第一 本身呢 和理非不是犯錯的理由 第二 你只要想心一層 他們都不是 他們只不過 是坐在後面 叫人去砌 然後 就在背後那裡 拿光環 尖尖自起之魚 覺得不會燒到 自己身上的一班蠢材 教訓給大家 這件事很過癮的 那時候 9月14日那天 開案件在這裏求情的時候 讓大家回憶 我這個好像也沒有提過 那辯方呢 就希望 考慮 本案的情況特殊 那時候呢 就 有些額外的考慮 但是呢 法官就那時候說 法律之前 就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啊 你不要想著大學生就什麼 尤其是港大的大學生 對眾多的求情信 就 呼籲 不要摧毀這幾個被告的人身 這四位被告的人身 那 法官呢 就覺得很好的 那時候 說什麼 你有沒有印象呢 這件事 怎樣怎樣 他講話 Exact 他就是反問 誰才是摧毀他們人身的人 大家鼓掌 這句話 這才問得好啊 這句話 那張敬申 郭永浩 杜林 成亨 和容仲熙 那 他們呢 這四個人呢 最重要就是 受了西方的 煽惑的思想 影響 而做到這件事的 那我們也看回呢 在 最近的一些事情 看得出 他們呢 是完全沒有悔意的 今次整個的判決呢 我覺得很值得大家 就想一想的 那 那 審官呢 就引述 姓葛那位 就在求情信裡面就說了 那市民因為 什麼警察濫暴濫權啊 選擇性執法而不滿啊 甚至痛恨和受恨警察啊 又說呢 不能夠否認自己當時 是有類似的情緒的啊 那 而自己也都無心 無法 唯心地說 警察 完全沒有 濫權濫捕 責任呢 就存在示威者 那一方的 那 那審官聽到這樣說 那時候呢 就質疑呢 這位姓葛的同學 的悔意 但是強調呢 不會影響他的判刑的 所以的時候呢 都是動手 我覺得判得很正的 兩年了吧 大家是不是覺得OK 呢 我覺得很OK 喂 那你們是愚蠢的嘛 讀到大學生 不用腦 你究竟讀書到哪裏的啊 是不是讀在一個老道 還是讀在一個屁股呢 那時候我爸媽這樣說過我 後來就醒了 被人不判刑 剛剛好而已 自衛前途的 除了你們愚蠢之外 都要怪老美的 那麻煩向老美申訴 OK 講完了 Sky 交給你 是啊 還有我覺得這件事呢 都希望呢 警醒了大家 不要以為 一些你們的網上言論 或者其他 例如見不到我樣子的 無人知 其實一定會查到 你們有做過 我上次說過 有做過 必然留下痕跡 絕對會查到 甚至乎今時今日 我還會見到有些人在平台那邊寫 又怎樣說警察安全 甚至乎咒罵香港政府 和咒罵警察 你們全部這些行為 都是絕對會觸犯國安法的 你們不要以身示範 我現在警告你們 真的不要再犯 我覺得這兩年 勸怨他們 不要說警告 勸怨 勸怨大家 勸怨大家 不要這樣做 警醒大家 千萬不要以身示法 因為兩年 都不是一個小的時間 但是我希望你真的有反省 因為昨天最重要的 要告訴大家 你們聽別人的三言兩語 人家鼓掛你 你就會覺得 是的 他們一定有做到 我們一定要反抗他們 究竟事實的真相是怎樣 你完全沒有去參考 究竟哪一個才是受害者 警方為什麼要值得你們去這樣對待呢 因為我們只是執法者來的警方 但是你竟然故意去 不停的傷害警方人員的身體 甚至乎 就算在不同的平衡 又施壓大家 甚至要施壓人家去 激凌警方的家人 或者小朋友 這些行為 真的很卑劣 尤其是你身為大學生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讀什麼 真是不好意思 我要這樣說 有可能不明白事理 我很希望這兩年 你真的在裡面讀過書 因為如果你真的讀過書 你明白事理 你不應該 可以看別人一天面之詞 你又相信一件事 而去做這些 令到自己終身後悔的事 我認為終身後悔的 因為我想清楚 你都會記得 你今天做的事 是錯的很重要 交給大家 謝謝老師 好 Sky 先看微信 A君 我們要說721 是嗎 是 721 有很多人做工 有些作工的位 由於也是那句 庭上說 所以裡面的內容 A君大量散了 看了也不夠僵說 但有一樣 真的要提一提 就是什麼呢 在作工期間 這個法院 聆訊期間 那些控方 就點名 有一個媒體 叫做雜誌社 阿Sir 是 他做些什麼呢 他近日上載了 發現現場的閉路電視片段 但是呢 就是 上去 那樣 會做些什麼呢 哎呀 就會被人認到那些證人 那A君呢 又是那句 心地不好 那有些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人 覺得呢 有證人出來 在庭上面 說的那些話呢 就會令到 自己就 會 真相 爆了出來 所以呢 就用盡一些方法 將一些CCTV 的資料 就等在網上 然後呢 就等於那些證人看到之後 就說 哎呀 死了 我黃了 大家都可以記憶一下 當日那些 的暴徒 是多麼深狠手 那會不會這樣令到 那些人是 不夠膽 或者是上到庭的時候 變成做失憶證人 只是說一句 我好怕啊 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所以呢 控方那裡 就 強調這一點 也都說 這個是要處理 會不會這樣 影響到司法公正 這個呢 就先交給老師 OK 好 這一件事 我們真的要小心一點 現在在 審案的過程中 那有一位A小姐 就說 現在呢 就繼續再作工 那證人身份 你揭露了出來 那就是很大件事 那這個完全 可能 可能有機會呢 在法律上 會不會不尊重呢 這一點我們不說 但是那時候 真的 小心為常 那看看 林卓廷 會不會再出現 我相信也會的 應該都有幾堆事情 教一下 是不是啊 Sky 交給你 說真的 當然 難得竟然有一位A小姐 願意出庭作供 很令人 因為整件事 因為都是對方 不停都說自己 是對的 當然 當然自己做錯事 當然是為了 要 辯解當然自己做的事情 是合理的 或者自己 當時又沒有做過什麼 但是既然有A小姐 我也很感謝這位A小姐 這樣勇於出來 將這些事件 呈現給法官 或者當時的法庭 看看法庭 將會變事怎麼判決 這件事呢 不是複雜 絕對不是複雜 但是都牽涉到多人的 也有主角 也有配角 那案情大家就不說了 不過我 都相信 接下來都會有一個 很合理公平公正的判決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事情的發展 我最後都是感謝一位A女士 你可以勇敢走出來 如果大家真的有一些其他 可以提供的資料 都歡迎大家勇敢走出來 這是我的呼籲 交給大家 是啊 接下來12月3日 就有些事情發生 今天大家都看過 我們錄製的時間 是11月1日 大家看看政研會 在立法會開的會 希望大家支持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水冠 我們匯報 那個華盛頓州的參議員 結果罰了錢了事 大家都很不開心 雖然那筆錢 就不是太多 兩筆東西 好像是 但是這件事 我覺得 是很值得 大家思考一下香港的司法制度 是不是人不平等 我們也看到 龔大狀曾經寫了一篇文章 最近寫了一篇文章 大家有興趣 就在天璣上看看 多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就要談 下一件事 我們要談談 鄭雁雄 我們的中聯辦主任 說回說話 是不是 對了 因為區議會的提名 剛剛完結 鄉島就立即舉辦了一個 叫做 完善地區治理 工創美好社區的研討會 出席的人士 包括了 鄭雁雄 以及其他猛人 鄭雁雄 就形容了 鄉島的亂根源 是未曾跟隨的 那治的基礎是需要鞏固 以及進一步完善地區治理 是需要的 以及直言不可能 昨天還在反中亂說 今天喊兩聲口號 就變了愛國者 知道沒有 羅貝希你班人 羅貝希 好 直接說好了 繼續 不會黃標 這次完善地區選舉制度 就把四個心黑把握著 包括什麼呢 就深刻把握 完善地區治理的政治邏輯 堅定地落實 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深刻把握 完善地區治理的歷史邏輯 徹底清除香港版的 顏色革命的土壤 這點A君非常欣賞 和同意 一定要把這些人 不要再搞這些賤的東西出來 深刻把握 完善地區治理的法理邏輯 完善一國兩制制度的系統 和深刻把握 完善地區治理的實踐邏輯 就是系統性的整合基層力量 即是實踐 法理 歷史 和政治 都深刻地把握 這次令到愛國者有供應的標準 去維護國家利益 交給老師 完全感謝A君 Sky有什麼看法 對這件事交給你 我看到特首李家超也有出席 他也有提過 說這些外道制度是死心不息的 不斷地試圖抹黑 我們的新的制度 但是也要召開這個討論會進行 就是宣講 使得國界更加深切了解 全面落實香港的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他說這次的區議會 肯定是沒有利用議席 危害國家的反中亂港分子 在這個名單裏面 他說這些挑動政治矛盾 撈取 留取這個政治游水的自私自利之徒 反映新提名制度 是發揮到重要的作用 大家記住 所以這次我覺得 這次完善選之下 我相信接下來會有一個新景象 不會再有當日的亂象 但是我們都要記住 小心 還有一些人士是死心不息 還有一些軟對抗的 這個相信是政府 或者是港公署方面都很希望 釋出的信息 這個是我看大家的大Sir 哇這件事真厲害 那我們看到當年自由黨 自由黨實政完畜 這次就沒有人可以入圖 哈哈哈哈 我看到有些朋友很心涼 那時候 田北俊 在自由黨 當時就賭歌 大家知道 23條本來會立法 結果就無法立法 所以這一票都很特別 喂 若然未報 事實未到 實績完場 對不對 這一點提我話 但是我自己覺得 鄭雁雄主要不說的話 我們很贊成 你沒理由昨天還在反中亂港 或者所屬的政團 現在都在反中亂港 今天解兩句口號 說愛國愛港 就搖身變 變成愛國正 我剛剛說過 我說了些荒謬絕論 當然 我們的照片就是五光十色 但是五光十色 其實可以看到 現在很多我的朋友 都不說這幾個 都出來外面選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說了之後 我就說選舉廣告很麻煩 所以就不說名 有時間找他們來聊天 因為 競選時候 我希望大家 就踴躍一些討論 還有 香港是有五光十色的光譜 大家的觀點與角度都不同 希望大家就多點去投票 這個是我自己所說的 是呼籲大家的 好了 接著我們要說 另外港大和中大了 是不是 港大和中大 有事發生 這是開心事 就是立法會三讀通過了 2023年 中文大學的修訂草案條例 提出草案三位的議員 包括了 張宇仁、鄧家彪和劉國昏 他們事後 通過了三讀之後 會見記者 很高興修訂 有很多事情都準備跟進 修訂的內容就是怎樣 修訂就是包括了 要校董會人數 由55人到34人 這個是很合適 因為例如港大來說 校委會都是二十多人 可以想像最高權力機構是校董會 55人 的確開會是談不到 會人說一分鐘 都成一小時 何況會人怎麼知道說一分鐘 會人說三分鐘 開會三分鐘怎麼搞 好 接下來 校內外的成員 各佔一半 改為校外佔三分之二 這點也非常合適 有點制衡 不用這麼多 為威為 因為之前中大涉嫌 校內成份過多 變成校董會 都是校內的人去做 變成好像一條龍服務 好了 三名議員的校董數目 維持不變 還有提高 校長和常務副校長的 拼任滿藍 必須要四分三投票通過 不是這樣為威為 過了就說 拼任校長 是不是這樣說 當然同意 這件事 非常之開心 我覺得這次是 全香港人的勝利 Sky 沒錯 等了很久了 終於我們真的等到 好風情 大哥 你不要以為是你們玩了 我真的覺得以前是你們玩了 你人多人少 你這麼多人 你做什麼都可以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機會 將提早接任的校長 那件事件 同心審視 直接說 段宋子應該下台 你應該在私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因為紀元都通過了 既然有新的方式 那我們當然要用新的方式 到時 不通過 這個門檻提高了 會不會還是 這位段仁 家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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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這次修例是 完成未完成的使命 我聽過這件事 就是我們特首 我們特首 跟追求人說 我們政府要搞很久的 不如你私人儲我 我覺得很厲害 這個英記一工的 特首 做得好 沒錯 完全一流 這件事 李家超真是打硬仗 打硬仗 真是 厲害 謝謝 終於市民都看到 李家超 是真的為香港市民謀福指 真是為我們撥亂反正 繼續努力 不怕強硬 對此一班人 必須要強硬 A關好像 港大有沒有一件事 港大有沒有一件事 其實這件事之前 剛好 有一些有得投票的朋友 叫做A君和其他幾個朋友 一起說說大學教育的事 叫做索資料 或者交流意見和資料 我先插一下A君 我們應該找Danny哥上次再做多一集 好嗎 逆得逆得 說回那次的沒讀 由於乳戶人士不想開名 我就說到背景就在這裏 先說內容 A君才知道 原來這個中大和港大的管子 是兩個極度來的 阿Sir 藍不極 為什麼藍不極呢 不是說兩邊都這麼冷 而是說真的 章場那裏沒有怎樣做 沒有怎樣做過那些不妥的事 就被人弄得他很冷 是的 例如有很多校委 要做的事情 其實都太過積極 以校委的活動 是不應該搞那麼多辦公室那些事情 甚至乎 有一些 今時今日漏了一些電郵出去 要找回源頭 都不知道為什麼困難重重 變成要做事的人 就關卡重重 至於中大那邊又怎樣 要做事 爽到 怎麼爽到 最經典的 就是校董會的主席 出到來說 其實我被架空的 一邊校董會的主席 就是中大那邊說 我被架空的 另外那邊就說 我想做個辦公室給他去做事 大佬你校董會主席 整個辦公室 你不是行政人員 行政人員就應該有個辦公室 你不是行政人員 你是校董來的 所以你不應該有辦公室 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但是另外那邊 中大那邊是去到怎樣 原來校徽事件 大家都記得 這個鳳凰變山雞月 是一個校徽的事件 到今時今日 這件事件過了大半年 問他們拿預算 那些錢去了哪裡 都還在那裡 嘔嘔嘔 你不要說審批過程 夠錢怎麼辦 現在還在那裡 嘔嘔嘔嘔嘔 嘔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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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審批過程 那邊 詔誔嘔嘔嘔 雷 Xiangken 那邊說 那邊說 我想那些老美去盯搞 嘔嘔 口 被人辦得七彩 另外那邊 達賢選了校長 也不用告訴你 為什麼 所以说完之后,南北两极,今次过了中大那边,叫做走上去正路一点点 至于刚刚U那边,也希望走上去正路一点点,让做事的人不用指手扎脚 和校董,做校董,开办公室等等,和打招超技术球,说得直接一点,犯法 什么为止犯法?电邮漏了出去便犯法 这些事就麻烦尽快跟进,做一些正常的事,交给大家 我们要先讲一些插罪,有我们的执法部门,在10月30日早上 就说上周3,即10月20日的时候,接报怀疑有人洩漏一间院校的文件和资料 暂列求警调查案,由港岛总区的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 下委会里面的本科生代表表示,上周4,10月26日,自愿到執法部门总部协助调查一中有关 他自己说的,港大的案件,提供情报 但是呢,港大校长周长,和港大自己本身,下委会主席 都否认了就下委会事件报案的 这件事怎样呢?我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不过这件事我聚取出来的 中大,我就奉劝段崇智快下台了,这一句话,我留到尾都是这么说的 你不下台,我认为香港人很难开心的,这句话说完 好,交给Sky总结 Sky,交给你 我希望是叛乱反正,最重要的就是 有罪事件是我们绝对支持的 至于你说什么资物那些 我相信警方如果真的有宪布的,一定是会尽力调查的 记住,是违法的 我始终都觉得,今天讲的事我觉得很正路 加上去大家 好,多谢你Sky A君,有没有要总结? 大事一样,再说,兴奋得太连人名都说出来 我们下个礼拜,找时间再跟大家说 希望各位观众留言,如果想见到不过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请大家订阅港理台和大卫上的频道 留言,点赞,分享,看广告,谢谢大家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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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